午夜奇谈 湖雪岩之红顶宝典 生智文化公司提供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美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吉祥录音 冯云忠主讲 由于崔天禄 在药材切片上犯了错误 胡雪岩召开了 改革胡青鱼堂制度的会议 各位同仁 顾客是我们的养生父母 因此 对不负责的崔天禄 延长学徒期两年 同时 对学习认真 修制基金的 王小富 董作田 两名学徒 决定提前满师 月薪从本月开始 发给师父的待遇 另外 焦厂 孙太和师父 升任先生 采药学徒 张广年 升任师父 东北采药组 王文绍师父 升任先生 最后 在明确声明 胡庆鱼堂 雪记国药号 聘任于修初先生 为经理 其他各部经理 管事 组长的任职 由于经理 全权负责 为了确认自己的职务 促使同人们奋进 我们国药号所有人员 服装不能混杂 担任先生的 一律 穿长衫 当师父的 不得穿长衫 学徒和帮工 一律 穿短衫 集体劳作的师徒 如挑水 都要穿好衣 以上 一旦发现服饰有物 不管是谁 降级或开除 胡庆鱼堂 全体先生和师徒 每半年考核一次 考核有两个内容 第一 背诵戒期 要达到戒期的要求 第二 担任先生职务者 要能鉴别药方 能开除方 和制剂配方 献秘方 验方者有讲 同时 要会经营和会写会算 担任师父的 要熟悉本行业 切药 熬药 制药 采购等 都应操作熟练 要经验丰富 能带徒弟 学徒跟临时雇翁 除去杂物 搓药 学手艺之外 任何一个人 都有提升的机会 甚至破格提拔 好的学徒 经过考核 也可以越级 升为先生 反过来 先生当不好 也可以降为学徒 有严重过失者 也可以出名 当然 这三级职工 新奉 新奉 不同 再者 我们 胡庆 鱼堂 还设立了 三种特别 新奉 第一 对创建 胡庆 鱼堂 有功的 有贡献的 奖励 永久性的 功劳股 我宣布 我宣布第一批 荣获功劳股的 有 于修初 远古农 潘明全 三位先生 还有 为胡庆 鱼堂 效力 至年老 体衰 伤残惹 是其功龄 长短 和牢机 照原心 发放 杨凤的 是张道义 老先生 顺便说一句 凡对胡庆 鱼堂 做过贡献 年近死亡 或因公死亡的 都享受 殷凤 使其家属 能够生活下去 希望全体同仁 都有一颗 借妻的心 切记 采办物真 修制物精 胡庆 鱼堂 是大家的 就这几句话 开饭吗 胡雪岩的几句话 像一把火种 把大伙的心 都引燃了 一股向上的 精神感召 犹如 前江的大潮 形成了 不可阻挡的力量 不过 崔天璐的家里 却不安静 开始每周回家时 他不愿意让人 看到那沮丧的脸 天气 虽然逐渐转热 但有时候 他会站立发抖 往往因为一点小事 而大发脾气 当然 做父母的 对子女某些细微的变化 都特别容易感受到 一天 崔天璐的母亲 提这个事 我不该提 您 真是哪壶不该提 哪壶 算了 往后推 推多久 两年 你得了震头疯了 是吧 一推就是两年 人家姑娘家 可是不答应 老大的闺女 养在家里头 谁看得起 你这孩子 我看你是越大越 不懂事了 你说话呀 您知道 做学徒的不能娶亲 不是还有三四个月 就当师父了吗 我满不了师了 满不了师了 为什么 别问了 不成 哪个我就到你们店里头去 找你们胡大先生 问个明白去 母亲说着 便抹着眼泪走出去了 崔天璐猛地站起来 痛苦地望着母亲的背影 张了张嘴 可一个字 也没勇气说出来 崔天璐的母亲 满腹疑团地 走到胡庆鱼堂门口 顿时被恢红的建筑 和错落有致的回廊 曲径振折得不敢进去 然而 心中却又暗暗感到骄傲 儿子 能在这般宏伟的国药号里 做学徒 而且 将要满师成人 这简直是前世修来的 最后 他以顾客的身份 悄悄地往里走去 又放开胆子 问了殿堂先生 向您打听一下 那掌柜的 殿堂先生 对柜台上的于修初说 于先生 有位老太太找您 老太太 买什么 不 感情您是经理 我是 我是想问问 我那儿子 他怎么了 生什么病 不 我是说 我那儿子 就是崔天璐 那您请到后面来吧 于修初前面引路 把崔天璐的母亲 领进了更新草堂 正巧 胡雪岩在这里 悉心地阅读着 二十九处 富康支店的营业报表 及二十六家 典当铺的经理任免意见 于修初把手 指了指椅子说 请坐吧 谁啊 崔天璐的母亲 有什么事啊 请说吧 胡大先生啊 实际上呢 也没什么事 我是说呀 我那儿子 要娶亲了 我 我是想跟您说一事 他不能娶亲 不能 胡庆女堂 从招出学徒那天起 就定下了规矩 本来还有三四个月 就可以满失了 可是他 违反了半殿宗旨 工作不负责任 学徒期延长两年 崔母一听 差点昏过去 一会儿 一会儿 他黯然神伤地望着于修初 沉吟着说 这 这 怪不得他每次回去 总是愁眉苦脸的 闹了半天 原来他是犯了规矩了 这 这孩子 这叫我怎么跟人家说去呢 于修初用眼色 征询了一下 胡雪岩的意见 胡雪岩冷冰冰地说 这好办嘛 娶亲嘛 照常娶 要跟人家讲清楚 工作态度不好 延长了学徒期 可是 可是他没钱养过媳妇啊 我给他们补助 可是要立个字句 两年后仍然不能生师父的话 开除他本人不算 还要退赔两年的补贴费 如果他表现得很好 我们可以考虑让他提前满事 崔母听到后半句 仿佛那被压抑的心扉 露出了一扇天窗 顿时 那满脸的绸云 像是被暖风吹走了一般 站起来笑道 太好了 太好了 只要有掌柜的 您后边这句话 我死活也让他早一点本事 不然呢 人家娘家也瞧不起 这个五角女婿呀 谢谢了 谢谢了 掌柜的 您就多费心了 谢谢了 崔母千恩万谢地走出去了 俗话说 败子回头饿死狗 这话不假 崔天璐经过这番折腾 整个人都变了 在延长学徒齐的弹性决定上 使他增强了信心 干起活来一丝不苟 技术上也亲亲日尽 然而 唯一压在胸中的一块石头 则是胡雪岩的这责罚决定 不静而走 连丁桥小河村刘老太太也知道了 在他的心中 喜忧参半 喜的是 一位穿黄马褂的老板 居然派人给他换药 而且送到乡下来 忧的是 因为几片槟榔片不合格 而使得一个学徒 延长了学徒旗 他有些不安 甚至于有点内疚 刘老太把这件事 传遍了全村 就在第二次配药时 刘老太替学徒说情了 夏日的一个上午 刘老太 趁着清晨的微微凉意 赶到了城里 一走进胡庆玉堂的石栋门 只见贺景长廊的右侧墙上 挂了三十多块金字长匾 而这批著名药物主制功能 和用途的忠诚药牌 他虽然看不懂写的是什么 可是那辉煌而庄严的气氛 使他仿佛进入了大雄宝殿 像是佛祖为征慈慈慈 眷敏示人 举手指点迷津的事态 刘老太看了一遍药牌子 转身进了营业厅 先是配了四铁药 在包裹时 他悄悄地瞥了一眼 哎呀 这槟榔片又薄又完整 他从心里叹了一句 随后问柜台先生 请问那位穿着黄马褂的掌柜在吗 您找他有事吗 我上次不该说槟榔片的事情 听说一个切片的学徒 为了我这件事情受罚了 受罚也是应该的 我们老板定下的规矩 你们老板在哪啊 从后边出去 有四个字的那间屋子 刘老太走进后院 见到更新草堂四个大字 他只顾在门外朝内张望 不料屋里有人说话了 刘老太太 什么 冰浪还不行啊 胡雪岩见到老主顾 暂时中断与于修初 远古农和潘明泉几位先生 对于制药工具的讨论 刘老太迈进门槛就发现了胡雪岩 我呀是求您个事 有什么事请坐下说 听说那个切冰榔片的徒弟 生罚了 不不罚行吗 掌柜的啊 我只是看了一下冰榔片 说了句不重听的话 您就把药给换了 而且还送到家里去 怎么 为我买药的事 听说切药的学徒受罚了 难道不对吗 不对呀 我要替她说情 看在我老太婆的面子上 就别罚她了 老太太 您听谁说的 送药的年轻人到我家来过三趟 每一次都是道歉 您知道她那个亲家吗 就是我们丁桥的 哎呀都快娶亲了 全村都知道这件事 你就别罚她了吧 老太太 您说是她用次品罚病人好呢 还是罚她一个人好啊 这这这反正我 我也讲不出个道理来 哎呀我只是觉得 这个孩子是可怜巴巴的 哎呃行啊 有老主顾替她说情 我们就看她的今后表现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拜托了 掌柜的哈哈哈哈 刘老太太走后 胡雪岩对于修初说 没想到啊 延长了一个学徒旗 惊动了一个阵 哈哈哈哈 有意思 处罚一个也有好处 您看作坊里啊 干活的尽头啊 就是不一样 不过崔天璐的事啊 如果像她现在这么认真的话 可以提前撤销她的处分 嗯 好吧 哎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刘老太走后 插曲结束了 会议又回到了主题 制药工具 潘明泉老先生说 我认为眼下继续要改进的是紫雪丹的制作工具 此要是采用了太平惠民合计菊芳 该方规定最后一道工序 不是同产铁锅 用什么 金产银锅 为什么 这里头还有什么讲究吗 从传统医药学来说 许多药材都是由天地因运而化生万物 相模相当 运蓄凝聚 细为山川灵秀所中 几种药材结合起来就成了方 才能够体现药的综合作用 放在铁锅里炒 等于增加了铁的成分 破坏了原方的作用 或是改变了原方的性能 尤其是紫雪丹 它的配方作用是震惊通俏的急救药 如果用同产铁锅 急救的效果会发生变化的 哎呀 怎么不早说呢 我怕耗资太大了 连北京同仁堂也没有用金子做工具的 修制勿精 只要对药有好处 耗资再大也不怕 算过了没有 需要多少金子银子 金铲刀嘛 要二两半纯金 这银锅呀 要三斤半纯银 既然胡庆于堂投资了二百多万两 还在乎一套金铲银锅 修出 纯金和纯银 直接找福文昌 请他从库房里提取 你签个字就行了 是 正说着 智记作坊管事刘雨田来了 他见于经理和胡大先生都在 嘟囔着说 余经理 别让我做管事的了 我也管不了啊 还是就我回到原来的位子上 我管我自己就行了 你有这个能力管啊 我没这个能力呀 你有些困难吧 这借七二字 在他们心里 根本是耳边风 您看 我们跟着远古农 潘明权老先生 治病温丹的时候 多严格啊 现在可倒好 你就是磨破了嘴 他们还是不听 刘雨田指着楼上这样说着 胡雪岩听到这里 眼睛闭了一会儿 那胸膛猛烈地起伏着 瘦削的脸上 仿佛正燃烧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怒火 一会儿 他抬起头来 收拾起可怕的神态 向风暴过后的海面 恢复了原来的瓶颈 他对刘雨田说道 刘师傅 是 你说得详细点 是 按老先生们的说法 很多讲究的 碧温丹 是由七十七味药组成的 要求制药的时候 必须把自身洗干净 不准吃荤菜 有七十的 前一天就不应该回家 这是自古传下来的 洁身操作要求 现在这些规定 他们都懂 可是制药的这一天 有几个人就是不听 你说 我 我这个当管事的 哎呀 您换个人吧 不 不换 你随时披露了 操作上的问题 证明你是负责任的 告诉我 什么时候制逼问单 今天呢 于经理 你看该怎么办 我抽查过几次 但是查过去呢 还是老方一帖 我觉得必须要 强化借妻儿子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用 崔天禄的办法来处理 嗯 刘师傅 今天操作几个人呢 七 草 夏 淫 一共十个人 好 带十几条白毛巾 全部打湿 我们抽查一下 在座的几位一道去 胡雪岩说着 便起身先行 到了楼上的制药座房间 先对散散漫漫的工作人员 瞥了一眼 然后问道 今天治什么药啊 呃 避温丹 哦 请大家把手上的活停下来 十个师徒一愣 仿佛有个胸疾未卜的预兆 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喘了口大气 谁能讲得出 洁身操作的规矩 胡雪岩的提问 像课堂里一样 几个年轻人 先后结结巴巴地 讲了三条规矩 今天沐浴过的有几个人 我洗锅了 我也洗锅了 好 找个人 给他们搓背擦胸 最后擦脚 胡雪岩对李生坤下了这道命令 李生坤走后 胡雪岩对大伙说 今天是对操作人员的抽查 都把上衣脱下 鞋袜脱下 此时李生坤带来一个最好的切药师傅 胡雪岩对这位师傅说 好 这位师傅 请你给他们搓搓背 擦擦胸 最后也劳驾你 给他们擦擦脚 记住 每人用一条白毛巾 切药师傅 顿时悟出了胡雪岩的用意 他拿起一条条的白毛巾 一个按一个地擦完 又把毛巾 一条条地对号摆好 这个过程结束 有三个人的面孔变了 首先 是胡雪岩的脸孔 啪哒一下 像竹帘子似的 气得脸色发红 李吉昌 望着摆在自己面前的那条变黑了的毛巾 万没想到 事情这样突然和意外 眼眶顿时觉得火辣辣的 他真想一溜烟跑开 避过大先生那冷嗖嗖的眼光 已经升任师傅的王一飞 起码医德 又不借鉴崔天璐的教训 已经没有资格成为胡庆余堂的工人 从今天起 停止他们的工作 结账后立即离场 李吉昌 李吉昌和王一飞两人傻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饭碗子被砸 两人觉得无地自容 只是垂着脑袋发愣 然而想的更多的是 被黄马褂开除 再去谋事 恐怕没人愿意收留 尤其那待遇上的一切 任何一家药铺 绝不会有像胡庆余堂 所赋予的优厚工薪 于秀初说 快穿上衣服吧 跟我到账房算了工钱 就走吧 不 王一飞难受的哭了 是的 他舍不得离开胡庆余堂 他在这里学徒 在这里满师 他对这儿有感情 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表示 毕生安身立命的归宿 是这般光荣的胡庆余堂 这下完了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于经理 于经理 我求求你行吧 这是大先生的决定 你求我 我也无能为力 我爱莫能助啊 王一飞披上衣服 穿上鞋袜 哭着下了楼 他举举独行在走廊里 转身进了更新草堂 见大先生还没走 王一飞扑通一下 跪在方砖地上 平心而论 胡雪岩心地是善良的 他不仅以几十万两银子救济灾区百姓 一般上门求助的孝子 扣一个孝头 他可以赏一口棺材 和尚上门画园 他可以发愿为佛祖度金身 背黄榜的上门跪下 他立刻付给穿资 并为蒙冤者主持公道 但眼前的这一幕 他却像铁打的心肝 铜注的肺腑 只因戒期 是他亲自书写的药厂道德经 是一切工作人员的指导思想 是涉及济世救人的大是大非 在这个问题上 不得有半点马虎 对职工丝毫不能迁就 因而 胡雪岩对跪在方砖上的王亦飞 视而不见 并且戴上了帽子 拎起了手杖 王亦飞扑过去 抱住胡雪岩的大腿 哭着说 大先生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了 开除我一个 我这次家里还有父母亲 大先生 我求求大先生 我以后一定改过了 放开 我说出去的话 不会改变的 你家里如果生活上有困难 可以来讨着吃 但是违反操作纪律 一律除名 不然 我胡庆鱼堂的牌匾 就毁在你们的手里了 你们也要体谅我 不 我不走 我走不行啊 公告已经宣布你被除名了 王亦飞不想了 那痛苦失望的眼神 忽然失去了光泽 他瞪着迷茫而浑浊的眼睛 凝视着墙角 完了 他的脑袋里顿时空荡荡的 像个溺水者抓不着一点 可依靠可附着的东西 此时 胡雪岩和于修出耳语了几句 一会儿于修出严肃的说 你先起来 你不愿意走也可以 做临时雇佣人员 祭荐复仇 能不能跟崔天鹿一样 谢我两年改正 这个不一样 他是延长 你是开除 至于能不能恢复你的师父职务 起码目前没有这一条 这事留在以后再考虑了 那我明天还来行吗 行 我去和座坊里讲一声 但是你的宫装要改 换成临时宫的服装 哦 王一飞硬着走出了更新草堂 那满脸沮丧的神态 别人见了都感到发慌 胡雪妍虽然开除了两个人 心里也不舒服 像是做父母的一来会儿 把孩子打了一顿 一旦静下来 也会反思的 于是胡雪妍告诉于修出说 王一飞明天来 鼓励他一下 让他争取早点恢复师父的职位 他也干了三年多了 我懂 我懂 胡雪妍拿起手杖正要走 忽然看见那块杀戮的公告牌上 填上了日起 初四杀 是啊 胡雪妍细看了一下牌子 上边是用油漆写好的杀戮内容 在日月流空处 用笔填上了日起 只见全文写道 本堂仅则六月四日 黄道良辰前程修和大补全录完 胡庆于堂雪祭主人起 胡雪妍问 修出啊 每次杀戮的时候 看的人多吗 每次杀戮的时候啊 就有很多人交钱订购 开始的时候没准备 还真有点措手不及呢 还可以搞得更热闹些 您的意思是 要让真货深入人心 必须大张旗鼓 这句话虽然是古代战争的阵势 同样可以运用到商业上来 例如抬着这块公告牌 打起仙人的小旗 抬着路 打着鼓 吹着小喇叭 这种阵势 必然把百姓引至交场 然后当众杀戮 这种做法 要比单纯挂出公告的声势还要大 围观的 即使不买 也是个了不起的口碑啊 有道理 有道理 真货就是要大张旗鼓 不出所料 真货 确实深入人心 于修初带着队伍 由仰路场出发了 前边两名标形大汉 拖着黄道良辰 前程修和大补全路丸的公告牌 后边是四个人轮流抬着熊路 路的脖子上披着大红彩绸 接着便是五颜六色的旗子 本场的师傅打着锣鼓 不知从哪请来了两个吹鼓手 小喇叭吹得震天下 那豪放粗广的调子 比取亲还热闹 街上的行人 好奇地随着队伍前行 不断地发出探幕的呼叫 驻足于编道上的人们 所有目光都涉落到那块公告牌上 然后不约而同地 瞅着这只熊路 有的青年人挤进了队伍里 吹鼓手晃着喇叭口 示意他们走开 末了却连自己 也跟着大伙喝起彩来 队伍从清波门出发 兜了半个杭州城 从观巷口转到青河方 穿过大景巷 往清波门走去 然后才回到养路场 在一片空地上 当众杀了这只熊路 人们纷纷议论着 胡庆鱼堂 好家伙 动真格的来 除了胡庆鱼堂啊 要是别的药店不可能啊 这时一位进城来的乡下老大爷 凑到于修初的身边 好奇地问道 先生 这鹿也是药啊 哎呀 老大爷啊 鹿身上的东西除了毛以外 全都能作妖 哦哦 于修初经过这一问 顿时想出了一个新招 就在这杀戮的时刻 他到厂长室里 立刻写了一张 关于鹿要的介绍 从鹿绒 鹿鞭 鹿骨 直到全鹿丸的功效 简单明了地贴在墙上 煞时间 定要的顾客 云集在帐房窗口 使帐房先生 顾不得擦汗了 副厂长沈良德 刚从至焦作坊里出来 刚才那位乡下老大爷 迎面走过去问道 先生 我刚刚定了一盒全鹿啊 能不能再定一盒新椒啊 老大爷 您搞错了 驴皮椒啊 可不是吃个新鲜 要吃沉的 我们这里做的 需要等三年以后 才能上柜的 啊 为什么 新椒火气太重 放三年呢 等他火气消了 才能吃 那放了三年的 到胡庆鱼堂去买 对 沈良德正说着 只见胡雪岩的轿子 已经来到了轿场 停轿以后 胡雪岩走出来 沈良德迎了上去 大先生 您有事吗 没事 我只是来看看 一边说着 一边往人群中走去 胡雪岩高兴地看着这 既像庙会 又像市场的场面 仿佛一个艺术家 见到自己的杰作似的 深深透了口气 于修初也跑过来笑着说 大先生啊 您这个主意很有效 这锣鼓一敲 喇叭一吹 您敲 跟来了这么多人 全都是订购全鹿丸的 都来不及应付的 好 好 好 这时胡宅账房 七孟卿 匆匆来到交场 急着说 大先生 兰州来人了 帐宝 回去 胡雪岩精神为之一振 心想 一定是左宗堂 派人来了 于是上了轿 胡雪岩回到了大宅 潘寡妇早在大门内等了 等轿子停下 潘寡妇上前说道 大先生 兰州来了两位客人 在客厅等您啊 胡雪岩进客厅一看 是习布天和赵树铭来了 大先生 一路辛苦了 大先生 支泥机运到了兰州 按原定的计划 招工培训 现在已经开始试产了 说着便打开一只包袱 亮出一条红色细泥毛毯来 大先生 您看看 这是头一批产品 这可是道地的国货啊 是啊 胡雪岩接过来 用手抚摸着 他流露出无限的喜悦 这时候 他就像一个出色文坛的学子 抱着自己带着油墨香气的 第一部出版物 在奇异的幻景里 笑得眯了眼睛 习布天说 是消了一下 这样的毯子 可以卖到曹平银一两五分 只不过从开机以来 几个月之内 还没有获得多么大的利润 因为试产试销 再加上德国工程师福克 还很久为德国技工的开支 比较大 别急 万事起头难 是是 找到了螃蟹窝 不一定伸手就能抓到螃蟹 你们只要注意 质量想尽办法超过外国货 可是售价要低于他们一成 销路你们放心 这东西真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价 不过 你们应该切实掌握住这个支泥厂的兴致 是官商私办 对外 是左宗棠的甘肃支泥厂 对内来说 是我一家投资的 每个月从纯利润中提取20% 交当地繁台 其他存入富康 单向列账 几年之后 利用这笔钱扩大再生产 是 总目标是要让我们的毛织品 占领主要市场 对了 见到左相公了吗 他人还在新疆 我一个人去了一趟 难走啊 沙漠地带 一个人走怎么行啊 大选 您还不知道呢 左大人一出家御关呢 就沿途插柳 开始只不过是为了归途数个标志 没想到柳树全活了 加上鸡酒成印 风景也变了样 路上骆驼商人也多了 一路上倒不觉得可怕 他的身体还好吗 好 我见到他老人家的时候 刚好有一位湖南文人去拜会他 这位文人还献给他一首诗呢 习步天说着 便从衣兜里掏出一纸诗钞 递给了胡雪岩 胡雪岩接过来读道 这诗帅 左大人叫我带我带个口信给您 是借款的事儿吧 对 他说明年务必要借到 这事儿我知道了 他如果到兰州 你就告诉他 请他放心 准时借到 是的 两人正要起身 潘寡妇又进来禀道 大先生 当铺总管张德发先生来了 大先生 那我们先走了 习步天和赵树铭起身告辞之后 潘寡妇悄悄地对胡雪岩说 大先生 张德发亚镖来的 香龙都在大厅里 他请大先生您啊 去验镖盖印 胡雪岩匆匆来到大宅正厅 只见五弹香龙 和两人台的一只 一人高的景泰兰大瓷瓶 胡雪岩一抱拳 笑着客套了一句 诸位辛苦 这是武汉福州 还有上海三大部口 集中的死当 请您验收一下 路上没发生意外 没有 十几位弟兄也很卖力 挑战的朋友们 也马不停蹄地奔走 庄月还有搬谢 不用验了 孟清啊 盖上我的章子 另外 每位镖头和角力工友 除工钱以外 每人赏十两银子 是 潘大嫂 是 大先生 快叫二太太 把这批东西放在养心阁里 你再叫离元院的丫头们 仔细地搬运 孟清监督搬运完了 跟刘生一起 把这大瓷瓶搬到客厅来 是 走走走 到客厅里休息一下 是 胡雪岩和张德发 两人进了客厅 早有丫鬟们打好洗脸水 切好了西瓜 只留一个小丫鬟 坐在墙角 拉着天花板上的扇绳 大先生 今天送来的是省外的死当 浙江境内的呢 还要再等一个月 上次我让人带来的任免名单 您看了吧 看了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不瞒您说 我已经先斩后奏了 可以 先斩后奏也好 先奏后斩也好 都是你总管的权利 你只要向我背个案就行 不然我到那家当铺里 还不知道经理是谁 那不成了笑话 你呀 就大胆的管理起来 不要像个新媳妇 看着公婆做事 那有什么热情啊 德发 我想把你这个典当总管 改成总经理 这样 你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行吧 行啊 只有这样 你才有权抓好典当业啊 大先生 还有一件事 请说 我从上海来的时候 齐汉文先生 叫我转告您 说是上海到 邵友莲 要找您 有大事商量 邵友莲找我 胡雪岩一愣 他深知 邵友莲 是李鸿章的亲信 而李鸿章 与左宗棠 正见不一 由来已久 李鸿章亲恶 左宗棠巨恶 并指导一离 他找我有什么事 胡雪岩 思索了良久 百思不得其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雪岩 之红顶宝典 第25集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梅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姬祥录音 冯云中主讲 参加演播的有 尹传星 李正纯 崔国夫 王沐航 陈震 戴爱华 曹继� 张远武 夏志士 刘冠佑 李维 苏文艳 邓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